Hello大家好,我是思涵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过这样一句话 真爱永远不是遇见的 真爱是养成的 朋友经常跟我说 我真羡慕你老公这么体贴 要是我家那位也这样 那该多好 我觉得羡慕别人是我们生活中的一种常态 我们常常会觉得自己拥有的不够好 也常常会调侃 为什么好事都发生在别人身上 其实这个世界上哪有那么多 天生就契合的人 两个人在一起 愿意理解才有未来 愿意包容才会用 有些人在感情当中缺乏安全感 需要对方时时刻刻的宠溺 哪怕少一点 他都会觉得对方是不是变了 是不是不爱了 其实不是的 相爱的基础是信任 经营一段感情 首先你要给对方足够的理解 偶尔他沉默 并不是因为不爱你了 他只是单纯的想静一静 偶尔他没有回复你的消息 并不是因为他不想回 而是你说的话让他不知道该如何成为 还有当你觉得你自己委屈生气的时候 也该想一想 是否对方应该无条件的长寿 你觉得你自己委屈的 朋友总说看我跟我老公特别恩赖 就像刚刚谈恋爱的生活一样 但是他们看到了表面 但是并不知道我们在背后为对方做了多少东西 以前我也是个火爆品 而且超级敏感 没有安全感 我老公就为了照顾我的安全感 以前的那些异性好友 基本的不理性 人总是这样的 当你看到有一个人无条件的对你好的时候 你整个人慢慢的就会变得柔和 相对的 他心情不好或者是有压力的时候 就自己阴着脸就在那里说话 以前我总是一个劲着追问 你怎么办 你到底怎么回事 后来我才知道 他只是想一个人进了一会儿 或者是思考 或者自我消化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 其实不是你多就能放来责爱的 生活中谁都有很烦很累的时候 每个人都渴望被理解 也都渴望被认识 我记得有一次的郭苏友的方案 提交了很多次都没有通知 那段时间 我老公就变得很气壮 回到家就垂头丧气了 但是他需要的根本就不是什么 你就渐渐的都在一边 告诉他 哎 没什么 我知道你的方案 或者是他一个拥望 他的心啊 就会柔软起来 但我们心态平和下来 还有什么是过不去的 我们都不完美 但是为了爱 我们努力克服缺点 收敛屏息 只为来着人间一趟 不复生活 不复生活 感谢你的聆听 如果你喜欢 记得点赞和收藏 分享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和收藏